市府发言人于志明特别针对市民相当关心的基隆成绩转运站 文化中心美术馆及东岸友轮广场三大工程进度状况进行说明 那首先呢第一项工程呢就是关于这个基隆的这个转运站的部分 它是在108年的6月8号开工 预定的完工日呢是在110年的7月21号 然而在这段期间遭遇到了这个新冠疫情肺炎的这个影响 还有台风的影响办理了三次的这个变更设计 把原先的这个完工日延期到了110年的12月5号 那除了上述的这个原因之外 还包括在转运站周边的这个工程 其他中边的工程案还有后续委外的营运厂商 以及在陈博会的期间 各单位持续办理活动会刊 严重了影响到相关的这个工程的进度 那截至到昨天为止 从从110年12月5号到昨天为止 已经逾期了394天 我们的这个东岸的邮轮广场 它的开工日是在110年的3月31日 预定的完工日是在111年的10月8号 那我们为什么会发生这个工程延档的情形呢 主要是因为东一东二码头年代久远 案体破损 以及呢它底下的这个缆线交错 造成它相关的施工困难 那第三个呢就是在我们基隆表演艺术中心 一楼的这个美术馆的工程 它目前状况呢是它还没有报竣工 但是它已经快要完成了 原因呢是因为先前的这个工厂 先前的这个厂商 它对于工人工地的管理不当 设计单位建材审核耗费过久的问题 而使它呢就是已经接近完工 但是还没有报这个竣工的一个状况 那目前呢我们也在 目前呢这个承造商与设计的这个建造单位 对于变更设计的这个金额 还在协商当中 所以说未来我们也会将会督促双方来 紧速的来完成相关的这个协定 市府发言于志明进一步说明 目前三大重大工程进度虽有延宕 但接下来新市府团队会以专业的团队来把关 期待完成的同时也兼顾品质 给市民一个安心安全的活动空间 记者黄日生陈淑平基隆报道 同时也未来也尴射了 安心酷